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是 filmed in the 1970s 像中指的原话讲叫做 另一招我们多说一下 听不明白就是复杂的 听明白就是简单的 常常在拆解 对方问题或者观点 什么名字好呢 我给他定义为 比喻对比类比大杂烈 没错你看到了三个概念 当对方说A的时候 我给你打个比方 A体向B的 这是比喻 然后无形之中把A和B进行对比 让你觉得B还真的体向A的 于是呢 这个时候开始比喻就变成了类比 因为你已经觉得A和B是同一回事 其实无形之中话题的重心就到了B身上 而这个B一定是我所熟知的话题范围 顺着B推论下去得出结果 再加到A身上去 你自然觉得有道理了 这一招其实非常的无赖 A和B如果真的非常类似还好 如果不是 其实就是被我偷换了概念 你看课本上这篇文章 梁慧王觉得自己做的还蛮不错的 为什么人口就是没有涨 别人人口也是没有减呢 这个问题被孟子打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比方 梁慧王干的事情没有毛病啊 孟子用五十步笑一百步 想点出梁慧王不够仁义这个点 其实就在往自己的儒家思想上的核心上 但是人口为什么没有增减的原因 绝对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 人口的增减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不可能是通过实行人证这一条路子能影响的 要不然继生我也就可以解散了 计划生育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实行人证呗 我真的搞不明白 除了人证实行的不够之外 梁慧王的行为和五十步笑一百步到底是哪里像 再说了梁慧王这个牵移人口掉粮食的行为 在一天到晚打仗的战国时代已经算很好的了 比起那些穷兵独武的主子要好太多了 孟子这样误导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可以显得自己说的话很有道理 利于推行儒家思想的普及 而在那个年代为什么梁慧王却如此关心人口呢 按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真兵制度来看 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不抽 这是让老百姓接受不了的程度 老百姓会说这是情的暴政 所以我们可以推算出战国时期 虽然打仗打得凶 能做出关心老百姓名声的梁慧王 征兵率是要低于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二的 所以人口越多越好了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像现在 什么都是无人机打仗 那时候的兵量是绝对的战斗力考量标准之一 所以梁慧王一开始提的这个问题 我估计他是没好意思说 他想问的其实是如何增强自己国家的实力 毕竟西边有秦国 东边有齐国 家中间一不小心就会被团灭 你看梁慧就只惦记宣传自己的儒家 完全搞不懂老大想要什么吧 他那一套在战国时代是吃不开的 吃国可以但是绝对不是抢国的做法 大家多读梁慧子就会发现 梁慧子有的类比是很恰当的 但是不恰当的类比其实更多 仔细一琢磨就会有一种诡辩的感觉 比如我学生时代特别不服气的一段 很有名的《与我所欲也》 我喜欢吃鱼 我也喜欢吃熊掌 如果不能都吃 那么我舍弃于选择吃熊掌好了 我搞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一样吃一半呢 说到这里 我就想到了《让子弹飞》里面的一个片段 生命是我所追求的 大义也是我所追求的 当这两种东西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 我会舍弃生命啊 坚持大义 舍身取义这个事情真的太复杂了 必须得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这和吃东西能一样吗 你妈掉水里了 你老婆也掉水里了 只能救一个 然后你为了不背上大义灭轻的 骂名选择的大义 舍弃生命的做法是跳下去自杀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期节目是不是会把各位给带偏了 当然我们不论绝对对错 抱着审视质疑的眼光 去看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不要老实说好 专家说好 你就真的觉得好 时代在进步 我们一定别让自己读书读成那种远古吹的流派 拜拜 帅哥 有你件事要了解一下吗 我觉得OK啊